大家好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開箱影片的話 都知道我是幾個月前帶走這個Baby 就是Hermes 24-24 我用了幾個月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究竟我覺得它好不好用 值不值得買 各樣各樣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吧 如果你沒有看開箱影片的話 我就放下這條影片 看完這條影片可以去看看 這個尺寸29 還有Togo Leather 有點特別的 因為這裡是Crock Leather 這裡是白色 下面是Gold Color Leather 然後這個硬件是金色 如果你有看過我之前的分享 可能也有說過 我對這個包包其實是有點關心的 但用完幾個月後的關心大不大呢 其實不是很大 一會兒看下去就知道了 大家看到這個包包 都看到其實是很大的 應該都放到很多東西 對吧 因為這裡其實也有一個厚度 慢慢上去 後面也有一個Pocket 帶是可以拆的 所以你可以手腕或背上肩膀都可以 看裡面的時候 我就要拿一下這個包包是裝什麼的 打開了就這樣 扣都很容易打開的 你一打開就開了 裡面就有一個Sip Pocket 前面是沒有Pocket的 這裡是沒有Pocket的 但是大家看到 還有位置剩下的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說一句 其實我裝了這麼多東西 都有點重了 所以我不推薦你裝到很悶的 不然就很重了 看看我的包包裡面有什麼 這是什麼 自私傘一把 這個是Mr.Honey之前在英國買的 我之前有條影片 我也是抽這把傘出來 大家問我在哪裡買呢 有人就告訴我好像成品有點類似這些自私傘的 不過Mr.Honey就在英國買 都很多年了 其實都有點辣辣的 但我貪它小 我就先用它 它還沒化開 我都先用它 然後還有一支手霜 因為我最近手霜很多皮 所以我帶著Skin Soothing Hand Cream 這是什麼手 爛手 主婦手等都可以做的 什麼濕疹手都可以的 所以就帶著 你都看我用到其實是扁的 然後是兩包紙巾 Small Wallet 其實這個包紙巾是放到的 等一會兒 對了 放到的 但是我剛才說什麼 放了這麼多東西都有點重 但你看到我扔進去很多位置 放到的 但我不想用長錢包 因為是加了一個重量 所以我用這個包紙巾 都會轉成一個小的錢包 還有什麼 化妝袋 還有鎖匙包 鎖匙包 不可以回家 還有就是電話 我有兩個電話 兩個電話都基本上是放得下的 裡面沒有東西 基本上如果我出街不VLOG的日子 這堆東西就是我的重要物件 還有雙手液 但我拿開了 但大家都看到其實還有位置剩的 所以雙手液 口罩都放得下的 然後再看看裡面 是一個迷你黑洞 其實也算是一個黑洞 不是迷你 它也是一個黑洞 然後是後面的位置 後面這個包紙 我覺得都很不錯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後面的包紙 我一會兒可能會拿出來的 我這個是MAX的尺寸 我會這樣放進去 因為你的身體都是在這裡 我會先放在這裡 待會再拿的時候才拿 但沒有人偷到你東西 因為這裡是貼著你的身體 但如果你想放整齊一點 打橫可以嗎 MAX這個尺寸是放不到打橫的 放不到的 放不到進去的 只可以是這樣 我覺得燃眉之急是OK的 我有個小一點的電話 這樣也可以 或者小一點的電話就真的可以放進去 這個可以放在電話的 你就不用經常在前面開袋開來開去 好了 我又塞好東西進去 給大家看看日常背上身是怎樣的 我早前有分享過 因為力學的問題 兩個扣是勾著這兩個位置 即是包包的背部 不是勾在這兩個位置 勾在這兩個位置 不會向前傾 但如果那個扣是在包包後面的話 有時候你想像嗎 就是這樣 我之前有個疑問 包包會不會向前傾 因為包包很厲害 因為你是抽著背部 不是抽著旁邊 我用的時候 因為下面這個位置會頂住你的身體 有沒有向前傾 有 但你說是否像我剛才拿起那一刻傾 不是的 因為這個包包是頂住你的身體 所以背上去就是這樣 它是原裝的帶 是幼身的帶 而且是短一點的 類似Celine 以前Trapies的風格 就是那條帶短一點的 但我覺得Witches是不錯的 因為帶短了一點 其實背上身是沒那麼重的 如果帶長的話 它穿著那個點 又是力學的問題 它穿著那個點是會重很多的 這個我背上身是覺得OK的 當然你說那天不背 我拿可以嗎 其實拿是OK的 有手掌 然後你說要突然抽著是OK的 但不算是很順 也要遷就一點 我會這樣插手進去 因為它這個洞其實不是很大 你抽著是沒問題 但你說我突然間要Hands Free 都做到的 不用手轉來轉去 但要遷就一點位置 輕輕放下去就已經可以了 用完這個袋 我可以確認它是Hermes 如果我講Burken、Kelly、Constance和它 它會是第二位的 第一位依然會是Burken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Burken 因為我覺得它的樣子很隨意 很搭配我 而且很容易拿東西 所以我很喜歡Burken 第二位就到它了 是不是很驚訝呢? 第二位就到它了 一會兒說一下為什麼 第三位是Constance 我覺得Constance很漂亮 而且我很喜歡它 細小個很整體 但以我的生活風格來說 我很少時間只會拿這麼少東西出門 因為Constance我都評論過 我會放影片在下面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它裝得比較少東西 所以我不是真的經常用得到 真的當天不需要怎樣拿東西出來 或者不是很多東西拿的時候 我才能用得到 但我依然很喜歡它 Kelly No.4 第四位 也是這四個袋裡排最後的 原因只不過是我其實很喜歡它的眼睛 我亦都很喜歡外逢Hasselier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它開關 對我的生活風格來說 它真的有點麻煩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是不會用到它 所以所以它排名第四位 我也很希望將來的日子 我的生活風格有轉變 有一天我找到一個方法去用它 以及可以享受它 因為它沒有一些很工整的邊緣 因為它是Togo Leather Togo Leather用後會更多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而且它的樣子都是很清潔的 它沒有H、沒有字、沒有圖案 反而在這裡就有一個Logo 是正常的 都很小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關心 又夠大 裝到一些東西 又實用 所以它是Quickly成為No.2的最愛 另外一個很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超級好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看起來又不是很荒蕪 但你說它看起來又不是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是在兩個中間 所以就算你穿衣服上班 都是可以的 另外甚至乎你出街 我經常用牛仔褲 那些隨便的樣子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是不用想怎樣配搭 什麼外套都可以配搭 沒有突兀的感覺 有些人都會P.M.問我 其實你會怎樣配搭這個24-24 坦白說我是沒有配搭它 因為第一個顏色 我已經選了黑色 可以跟所有東西都可以配搭 所以我是不需要特地配搭 無論我那天是Smart Casual 很Casual 甚至乎是那天可能有會開的 我要穿西裝外套的 它都是可以配搭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Bonus Point 另外一個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HANDS FREE 因為有條帶給你上肩膀 所以你不用每天都要抽著 有時候真的包包太重 擠得太多東西進去的時候 我就會抽著 但起碼我有一個選擇 我想背的時候就可以背 我想手抽的時候都是可以的 而且我覺得手抽的時候不會很荒蕪的感覺 或者很lady 因為有些包包都是這樣的 有條帶,然後有個HANDLE 你可以一是手抽或者一是背 但有些包包你一拿的時候 就變了很ladylike,很斯文 變了跟我自己的風格不太配 而且我自己就不喜歡太ladylike 所以我都喜歡這個包包的原因 就是它手抽的時候不太lady 它都是有個casual的感覺 就不會說你整件事是斯文了 因為有機會就是你穿套外套的時候 你本身那天是背著外套的 但我逛逛逛買其他東西的時候 扔進袋裡 那包包晚上已經重了 我就會抽著 抽著的時候我就不想和我當天的套外套 好像為什麼有點怪怪的 所以這個包包我就覺得很versatile 因為它是背著又是型的 它拿著都是care的感覺 都不會是很斯文的 所以它變成我的最愛 我想我們可以同意沒有一個包包是100%完美的 剛才說了很多好東西 現在來講一下一些沒那麼完美的東西 第一條帶是右帶 是有它的利益 因為如果用右帶來講 你冬天穿衣服沒那麼容易滑 粗的皮帶很容易穿衣服穿衣服 它不斷滑下來的 令你很純潔 我覺得它有它的好處 但它的不好處都有 就是因為包包本身有點重量 剛才我扔那批東西下去的時候 包包是重了的 右帶就會拋住在肩膀上 如果包包真的很重的話 它有點像鏈帶那種感覺 就是它在肩膀上的焦點 背著背著有點痛和有點累的 這也是為何我不貼到包包很滿的原因 你說這個緊急是不是很大呢 又不是的 因為這條帶可以換的 Hermes也有Canvas帶可以單買的 它好像有兩三個長度 我當天試了短一點那個 跟這個差不多還是長多一點 短一點那個是OK的 我打算遲一點就去配一條Canvas帶 For summertime是可以用的 因為我Summertime比較裝得多東西一點 因為你沒有外套袋 你沒有外套袋就所有東西都放在手袋上 但是秋冬天我可以拿少東西一點 因為我靠外套袋來衛生的 所以秋冬天我會用這條帶 因為我剛才說過沒有那麼容易試 但是夏天和Springtime我會去配一條Canvas帶 變了也有不同的變化 就是你配了一條Canvas帶 其實我看過的樣子是更加隨意的 我覺得更加完美的Summertime 但是用皮帶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方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有兩個不同的樣子 我覺得它給你去換帶都是非常好的 它不給你去換就麻煩了 因為你好像這條帶跟著它一輩子 如果我真的不喜歡這條帶就沒辦法 但是現在我就可以有選擇 另外拿東西是否算很方便呢 其實看看你跟什麼對比 如果跟Birken對比就當然不算方便 因為Birken的Flap是放在後面 然後你其實一抹開袋就對了 但是如果你說對比起Cali算不算方便 它算方便 我覺得感覺就是像你用Chanel Flap 因為前面都是Turn Lock 一抹開就對了 所以那個開關其實是跟Chanel的Flap Bag 或者2.5好似 我都用開那些袋子的 我覺得沒問題 也不會難拿東西的 那是OK 只不過是因為它這裡是短一點的 這個Flap是很短的 如果你跟Chanel的Classic Flap 或者2.5去對比 別人的Flap下來樓下的 但是關掉袋子的時候 如果你的袋裡面真的裝了太多東西 你要抖一抖個底 就是要兩隻手抖一抖個底 這裡才能關掉的 抖一抖個底就容易一些 但是你說關心大不大呢 不是很大 因為我覺得它也算方便 不是還有一些東西放來放去 就像Chanel的那樣 有兩條鬆鬆 然後你又要弄個扣 那個就是要需時比較久一點 但是這個其實都很簡單 直接一這樣拿開 然後找到自己要找的東西 抖一抖個底 然後關上袋子就可以了 另外可能有些你們都會問我 我會不會用內袋 剛才你看到我這個袋是沒有內袋的 用內袋又要用內袋的好 因為可以保護袋裡面不會刮花 還有可能你有時漏東西 那些什麼原子筆、粉盒、搓手液 有機會漏東西就可以保護袋 但是這個袋我都決定不用內袋 我Burken是有用的 因為它的尺寸和形狀的問題我是有用的 而且是比較容易找東西的 但是這個我決定不用 為什麼呢? 都是那個問題 它這裡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我用內袋 它的形狀不是摺上去的話 我前面這裡會硬著 變成這裡好像有條痕 它不可以這樣三角形 所以我覺得沒那麼帥 所以我就不用了 而且這個袋其實都不是很大 它的黑洞都不是很深 所以我要找東西的時候都容易找的 其他東西 例如粉盒 我先放在這裡 它不會漏東西 初手液那些我都會檢查一下蓋子 確保沒有漏東西才放進去 所以我覺得我的關心就不大 而且我覺得你買袋 你用這個袋 最重要是自己用得舒服 不要太過擔心 因為如果太過擔心 那件事是不享受的 下出街要抱著這個袋 不享受的 所以我就決定不用內袋 而且袋本身已經有點重量了 用內袋都會加重了一點負擔 所以我就決定不用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袋傾前的問題 我現在袋沒有東西的 你看到我就這樣拿的時候 它真的是中前的 但因為你的身體在這裡 所以它是這樣一點點向前的位置 底部就OK的 我覺得它也做得好 因為它的袋短了 所以你的身體是可以長期這樣頂住 你走的時候 它不會移來移去的 但如果它的袋長一點 除了重量會重了之外 你的袋有機會在你的褲子旁邊 一路走就一路逃 就好像圓滑滑那種Bucket bag 你一路走就自己又自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袋一定會irritate我 我用不到 它在我旁邊自轉 我覺得它不知做什麼 而且我覺得我用得不舒服 所以這個都要賺 它的帶短了 讓我的身體可以頂住的時候 我一路走就一路貼著我的身體 我就不會覺得它那麼麻煩 所以我覺得Witches是好 還有剛才不是說到Canvas戴的 我在Hermes試過 我記得它給了兩條 我試一條短一點 我會買 但我要看適合顏色 然後第二條是長一點的 它長到一個點 我可以把這個袋斜背 斜背而是剛剛好 斜背到我腰部的位置 如果斜背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因為斜背了 整個袋的背部是貼著你的身體 所以就不會中前 如果你有這個袋 不喜歡它有少少中前 或者你想買不買 你不喜歡它有少少中前的話 你都可以考慮一下 看你會不會換一條Canvas戴 你會不會想這個袋斜背 如果換一條Canvas戴的時候 不一定是Hermes 很多其他品牌都有 除了你喜歡 總之可以搭到這個袋 就可以了 這樣便會舒服 而且你拿東西都會很適合 這個我都有考慮過 但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未看到一條Canvas戴 我覺得搭這個袋斜背是漂亮的 我偶爾覺得如果這個袋是淺色一點 例如像大象灰 搭它的Canvas戴斜背的話 是完美的 但我覺得這個沒有很適合 可能我未看到一個適合的Canvas戴 但這個我再報告 如果遲些我真的撞到的時候 我會告訴大家 原來它傾前的問題都不是太嚴重 所以我都是放心的 而且我是用得開心的 始終你的袋子好像不會煩到你 因為有些袋子很煩 你開關又煩 你走路的時候又自轉 所以我最初有的擔心 都被我用兩用 之後發覺其實不是太差 不是我想到太壞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袋子 很快跟大家分享完畢 如果大家看這個袋 或者想這個袋買不買好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幫到你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我在這個影片沒有提及到的話 歡迎留言 我會盡量回答 另外如果你喜歡看手袋的影片 或者我們一起聊手袋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 因為未來日子都會有很多手袋的影片出路 我們今天分享到差不多 下次再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